好,对于刚刚入学的花莲市立幼儿园小班小朋友,校园的环境相对的陌生 趁着教师节前夕,原方举办校园巡礼祭教师节的感恩活动 带小朋友认识各班老师,说声教师节快乐 并且说明教师节由来,期盼让小朋友提早适应校园 也能够从小培养尊师重道的观念 928教师节为了帮助花莲市立幼儿园小班小朋友提早适应校园生活 27日上午举办校园巡礼,除了认识环境 也趁着教师节前夕带领小朋友了解教师节的意义 同时认识学校的老师,祝福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因为小班的小朋友刚入学,对于学校的老师都还不是很认识 那特别借由教师节的活动带小朋友去进行校园巡礼 认识各年段的老师,然后呢也跟老师至上深深的谢意 那老师们也准备了教师节的故事跟小朋友分享 那让小朋友知道呢,老师平常在学校就像他的妈妈一样 然后在学校做哪些事情 那特别在教师节这一天呢,对老师至上最深的祝福 小班的孩子也是第一次来踏进校园 有很多事物都是非常新鲜的 那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在每一个节庆都能够了解到节庆的目的跟意义 那今天也谢谢我们老师特别帮小班的孩子也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分享 也让孩子们充分了解到教师节的由来跟意义 那我们真心的期盼,未来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尊师中道之外 也能够在课业上好好的学习 未来能够孝敬自己的父母亲 那花莲施工所的部分也会全力的在支持我们室佑的各项发展 也欢迎有兴趣来念的孩子们都可以来到室佑来做相关的一个了解跟咨询 花莲施工小班有三个班级 一班30人配置两位老师 全校则有29位老师和300位大众小班的小朋友 不时举办活动,引导小朋友了解解倩由来和意义 也期盼从小培育孩子尊师重道的观念 在课业上好好学习 花莲施工所也会持续支持花莲施语的各项发展 记者长包演,花莲施报导 花莲施工有四个小朋友